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YES哥 有问题就找YES哥 欢迎大家来到YESTV 在这里呢 我将跟大家一起探讨移民美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然了我们也会探讨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转移资产的话题 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这个问题 都在问我说 现在这个形势非常紧张 全球经济都不太好了 美股也大跌 然后是不是要转移资产 然后怎么去转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你要转移资产 还真的得抓紧时间 虽然说美股大跌 但是我觉得美国的经济 这个前景至少比中国要好很多 中国实在是怎么说呢 之前为了抵抗疫情 搞了一个34万亿 34万亿什么概念 之前不是有一个4万亿吗 4万亿2008年的时候 4万亿 4万亿搞的这个 整个钱贬值了太多物价上涨 现在搞一个34万亿 然后又没有什么触水池子 那这个人民币的前景 或者说中国经济的前景 真的很难预料 这个炸弹越搞越大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啊 就是有些朋友跟我反映的啊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支付宝限制 关于这个支付宝 怎么去转账 其实我在前面的一些视频当中 给大家都提到过 对吧 支付宝转账 其实非常的方便 而且呢 现在一次 至少我当时操作的时候啊 一次可以转 三万人民币啊 放开了 原来最早的时候呢 是没有限制 后来呢 限制到了三万 然后再到了 最后限制到一万八 然后最近反正又搞 又推回到了三万 三万人民币 三万人民币等同于 大概四千美元左右吧 四千美元 一次转四千美元 我觉得是很合适的 因为现在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 你每次转单笔 转超过一万美元 其实是很容易被查的 很多朋友都在跟我反映说 最好能够在一万一万一类的 这样去转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以支付宝去转 其实非常方便 因为他手续费也便宜 他每次呢 就是这边支付宝只收五十人民币 然后呢 如果说你在美国这边用的是花旗银行的话 每次只扣你八美元 他这个成本啊 或者说他这个手续费啊 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呢 支付宝其实非常的方便 当然了很多在国内的朋友呢 他说哎呀 那我没有花旗银行 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美国银行 我怎么办 那你就去开那个 华美银行 或者是国泰银行 尤其是华美银行 据说现在那个下载那个Veno V-E-L-O Veno Veno 那个APP 就可以直接从通过APP 注册一个华美银行的账号 美元账号啊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自己转钱了 就是通过人民币 然后转啊 美元 直接转到自己的华美银行的账户里面 然后呢 我我一直推荐说要用这个支付宝支付宝 所以呢 很多朋友就试着用支付宝转 就直接用支付宝 尝试着把自己的钱转到华美银行 美元账户里面啊 结果呢 很多朋友跟我反映说 现在这个支付宝限制了 说提醒说不能够转到华美银行 但是我也没有听到反馈 因为说支付宝不能够转其他银行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华美银行本身 他这个接收 这个支付宝汇款有点问题还是什么 因为支付宝呢 它实际上是跟那个上海银行合作的 搞的一个上银快会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海银行也是个地方银行 然后呢 华美银行也是一个小银行 所以呢 这两家银行之间呢 没关联好 不妨 如果说大家有怀疑的话 不妨用这个支付宝啊 去汇到美国的其他银行账户里面 试试看啊 试试看是不是会好一点啊 如果说全部都限制了 那说明这个支付宝这个功能已经不太好用了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支付宝是一个 不算是国企嘛 所以呢 它这种最先受到限制 在这个外汇紧张的情况下 对吧 总而言之呢 大家如果要试着转账的话 可以尝试用支付宝先 因为操作非常简单的嘛 就在你的这个手机里面 很快就操作完了 然后第二天就到账了 试试其他银行 如果华美银行不行的话 试试其他银行 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最近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用这个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如果有朋友试了之后呢 希望能够反馈一下信息 这样的话呢 更多朋友能够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 这是关于支付宝限制 但是我觉得 如果说 不是因为这个系统之间的一个原因 那很有可能就是外汇管制 外汇管制 这个倒是很有可能 之前说了这个34万亿下来 人民币又要贬值了 很多人都要把人民币换成美元 但是哪有那么多美元呢 外汇储备就现在只有三万亿 对吧 号称能够动用的也就只有几千亿 到时候大家都去换美元 那中共手上没那么多 对吧 那只能管制咯 第二个限制呢 也是一个真实信息啊 是这个境外取款限制 这个是什么限制呢 这个说的是那个 之前我不是也在相关视频面提到了吗 就是你直接把银联卡带到美国这边来 就是比如说你旅游啊 或者做什么 对吧 你就直接带个银联卡过来也可以 然后呢 直接在美国银行这边的取款机 ATM机上面直接去取款就可以了 就是你的银联卡里面存的是人民币对吧 但是呢 只要他那个ATM机上标识有支持银联卡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卡插进去 然后呢 取出美元出来 当然他这个手续费稍微高一些啊 手续费高一些 他每次啊 好像 如果你是美国银行 注意啊 这个银行的名字就叫美国银行 如果是美国银行的话啊 那你是可以一次取一千块钱 好像是 如果是富国银行的话 他这个ATM机好像一次只能取五百 还是多少 反正呢 这个限制很死 然后呢 他是取一笔 收一笔的手续费 之前我在视频里面 其实跟大家提到了 大概一笔手续费 可能至少要收个几块钱吧 然后他这个汇率也要稍微高一点 总而言之呢 你一笔最多只能取一千 这个额度实在是太小了 而且好像一天只能取两笔啊 取两次啊 取两次还是多少 反正不能够取太多 嗯 之前不是国家还出台了一个什么 在海外取款不能超过十万人民币吗 我以为我想着啊 这个十万人民币的话 那对应的美元应该也有一万多 对吧 正常情况下也够很多朋友这个 啊 转移资产了 对不对 呃 但是呢 结果呢 最近有朋友跟我反映说 他取了两次之后 他这卡就被封了 取两次就被封了 那意味着什么呢 他可能最多只取了两千美元 取了两千美元之后 他卡就被封了 就不能够再取了 两千美元什么概念 最多也就是 一万五人民币 对吧 那也就是相当于他号称是说 有十万人民币的限额 结果呢 现在有朋友只取了一万五人民币 他在境外取款就被限制了 那就停卡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政府对这个外汇管控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 说明侧面反映啊 这个外汇储备真的比较紧张 那么他现在是在使各种探子啊 就是阻止大家换美元吧 所以呢 如果说大家要转移资产的话 真的抓紧时间啊 真的抓紧时间 尤其是有打算移民到海外的 你换一点美元总是有好处的 对吧 呃 从这个资产配置的安全角度来讲 你你哪怕说你手里面有人民币 然后再加上一些美元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 对吧 这样平衡一下也好啊 对不对 总而言之呢 我觉得在这个金融环境 现在全球都不太稳定的情况下呢 能够多配置一些资产 其实对大家是有好处的 可以更好的抗风险 而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吧 很多人都这么说 对不对 所以呢 呃 我觉得从这些侧面的信息啊 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 形势越来越紧张了 大家抓紧时间啊 时间 越早 这个先机 就会占到 对吧 呃 越到后面呢 他可能这个限制就越多了 好 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